大家好,我是Steven,欢迎大家收看编辑三听周报 最近,明年一度的全球央行年会在美国度假胜地Jackson Ho如期举行 今年的主题是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传导机制 那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现在降息多少才合适 会上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发表了演讲,可以说是信息量巨大 那今年会议到底有哪些亮点,对我们投资者又有什么启示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Jackson Ho会议 Jackson Ho会议是由美国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举办的年度经济研讨会 该会议1982年首次在美国怀俄明州的Jackson Ho举办 据传是十任美联储主席沃克尔选逼的地点 此后,这一会议逐渐发展成全球的央行年会 每年8月在Jackson Ho举行 每年会议都会聚集全球央行政要和学术大咖 共同探讨货币政策未来的方向 因而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的风向标 其中,美联储主席的讲话是每次会议的焦点 历史上,会议曾多次为后来的全球货币政策和经济走势指明方向 比如2009年,会议上多国央行行长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又比如2012年会议时,实现美联储主席博南克释放了量化宽松的政策 均为后市指明了方向 在今年的会议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英国央行行长费利,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费利普·莱恩均进行的发言 其中,鲍威尔的发言最受瞩目 他的讲话中透露出鸽派信号 包括对政策调整时机的明确表达 对通胀回落的信心 增强对就业市场的状况的重视 以及对通胀成因的深入分析 其中,让大家确信九月降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一句话是 The time has come for policy to adjust 此话一出,市场立即做出反应 美债利率和美元指数均出现了下跌 而美股三大指数则高开高走 投资者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九月的会议上可能会开始降息 但具体的降息幅度和节奏将取决于未来的经济数据和通胀情况 同时,除了降息信心 市场可能会从鲍威尔的讲话中收到数据依赖的信号 预计鲍威尔的信息将与过去几周听到的相近 即美联储现在接近降息 但降息的幅度将取决于即将到来的数据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议上的讲话 强化的市场对美联储即将降息的预期 这将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动性 包括澳洲市场 如果美联储实施降息 可能会增加澳洲资产的影响力 吸引更多外资流入澳洲市场 澳洲作为尚未明确宣布降息十点的国家之一 自然而然会接收一部分从美国外流的资本 澳元对美元可能进入新一轮的升值周期 而如果澳洲仅跟美联储降息的步伐 届时可能会刺激澳洲的房地产市场 让澳洲住房市场更加紧张 所以无论后续澳联储是否降息 今年雨下的时间需要各位投资者 紧密关注市场 掌握最新动态 更多实时资讯 欢迎您可以登陆VantageAPP和Client Portal进行关注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关于全球央行展会 Jackson Hall会议的分享 让我们下期再见